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惊吓喜道 一听说李欣然认识谢霄 惊吓将她的胡思乱想全部抛向脑后 我和她从小就认识 当的一声 李欣然手里的筷子无意敲了碗一下 意外 真是意外 想不到你们竟然从小就认识 都是缘分 李欣然默了默 有些意味深长道 对 都是缘分 嘎吱一声 包间的门被打开 惊吓方才看见路易跨进包间里的脚步 紧接着她的手机咚咚地响了一声 她不再顾及路易的脚步 翻开了自己的手机 看见路易发来一条信息 她抿嘴一笑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 为何还给她发信息 该不会是小情话 今天正是夕阳情人节 她很好奇路易是不是真的给她发小情话 那内容又是怎么样的 她迫不及待点开 她脸上的神情瞬间变得僵硬了起来 抱歉 我没有第一时间跟你介绍李欣然 因为她是阿德的亲妹妹 她的手有一点抖 一时之间她不敢抬眼望李欣然 据路易说 阿德里逝时才17岁 那么当时李欣然不过才13岁的光景 失去亲人之痛 13岁光景的她该如何承担 惊吓 吃饭呀 路易早已经做回了原位 她淡定地患着惊吓 内心实则又陷入了失去好友的情绪中 惊吓慢慢从震惊的神情恢复过来 充满复杂的目光望了路易一眼 便低头吃饭 惊吓刚刚一直想不通一个点 为什么路易向李欣然介绍 惊吓是她女朋友 而没有对惊吓介绍 李欣然是路易的谁 这回她终于知道 路易为什么不介绍了 因为在年前两人腻在一起时 偶然间说起阿德 路易说 阿德走得太突然 她的家人都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故而将阿德的骨灰洒向大海 没有给阿德立杯 那样的话阿德就还活着 路易还说 那以后她和阿德的家人见面 几乎不聊阿德半句 当时惊吓很想问问 阿德家中还有什么人 可是看着路易陷入了失去好友的痛苦之中 她强忍着不问 换了别的话题来缓解路易的情绪 她理解路易的苦衷 当着李欣然的面 不知道该如何介绍李欣然 如果是别人的话 路易可以一句了事 这是我朋友 对惊吓不一样 如果说是朋友 那路易着急去警察局时 已经暴露了 李欣然对路易而言 不只是朋友 欣然 这菜不合胃口 惊吓见李欣然埋着头不动筷子 不然我们换一家 换西餐 真的吗 那走吧 李欣然没等今夏回话就已经起身 坐下 路易立声道 这桌的菜还剩三分之二 不浪费是中华的传统美德 李欣然神情不悦 不情愿地坐了下来 哦 今夏轻轻扯了扯路易的衣角 意识要路易满足李欣然 路易对着今夏摇摇头道 不能怪 接下来就只有路易在吃饭 李欣然干脆不吃了 今夏做做样子 这一顿饭总算过了 李欣然跟着路易和今夏 一起来到天空花园 李欣然得知路易和今夏 两人就住在对面 口无遮拦道 你们俩这跟同居有区别 今夏一阵尴尬 路易摆了李欣然一眼 真心想在李欣然头上 狠狠地敲一下 李欣然这张口无遮拦的嘴 也不知道能不能和今夏相处得好 李欣然以前可是出了名的大小姐脾气 欣然 你住今夏这边 今夏你到501去住 我 你们光明正大同居 路易话还没说完就被李欣然打断 今夏更是尴尬到无地自容 路易想兄李欣然一句 又心软了 耐心地解释道 我回路家去住 李欣然一副可怜楚楚的模样 给路易道歉 一哥哥 对不起 我打扰到你们了 你还是送我去酒店住吧 等我补办的证件下来了 我就回去 路易有些头疼 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今夏道 我跟欣然很投缘 我们住一块肯定没问题的 你也别回路家了 今夏 谢谢你 我知道我在这里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困扰 还是住酒店的好 李欣然又是付出出可怜的模样 路易也只好让步 行了 你们俩今晚暂时先住一个房间 明天我在另一个卧室加一张床就行 住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不早了 路易也回到了501 今夏 我好饿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 李欣然捂着肚子说 有饼干 还有泡面 李欣然摇摇头 算了 还是明天吃吧 要不我给你做一份煎牛排 今夏见李欣然饥饿的模样于心不忍 好啊 谢谢 如此直接 今夏轻笑 当今夏把牛排做好时 李欣然却指着客厅里 挂在墙上的钟表说 现在太晚了 她不能吃了 过了晚上十点 她从不吃东西 甚至连水都不喝 李欣然没吃 一口也没吃 今夏辛辛苦苦做好了 却得到这样回应 心里很不滋味 坐在客厅里发呆 刚刚她坐的时候都已经快十点了 李欣然怎么不说 客厅里的时钟那么大 今夏不相信李欣然现在才看到 梁酒 今夏才悄悄地回卧室 卧室灯开着 李欣然已经躺在今夏的床上呼呼大睡 还摆出一个大字形的模样 今夏苦笑 轻轻地从衣柜里拿出一床被子 悄悄地关上门往客厅走去 她没有关卧室里的灯 担心李欣然会不习惯 待今夏走远 卧室里的李欣然突然睁开了双眼 她调整了姿势 侧躺着 神色忧伤地从脖子处拉出一条十字架项链 她指腹处摸着十字架 心道 哥哥 一哥哥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在那边有女朋友了吗 眼泪从一只眼里划过鼻梁流向另一只眼里 最后再流出眼角 落在枕头上 习惯吗 路易向今夏发来信息 躺在沙发上的今夏回了一句 习惯 晚安 今夏一夜无眠 四日 李欣然醒了 今夏跟李欣然说的第一句话是道 欣然 你是不是喜欢路易 她说得很认真 一点也不像是开玩笑 李欣然惊讶地望着今夏 扯了一下嘴唇 又咬了下嘴唇 犀利的目光盯着今夏 如果我说是 你会怎样 如果是 那我退出 今夏的回答毫不拖泥带水 李欣然轻笑一声 你想多了 我只把路易当亲哥 那我怎么感觉 你对我充满敌意呢 问到了李欣然的心坎上 她心道 因为我喜欢的人喜欢你 李欣然愣了数秒 我把路易当亲哥 那么对她的女朋友 自然是要有一番考验的 你的表现我很不满 你对一哥哥 竟然如此不坚定 不值 真为一哥哥不值 如果你这么不坚定 那么就拜托你离她远一些 今夏无话可说 她确实不坚定了 那还不是她 为了李欣然着想 怜悯她 今夏无话可说 我认识是一个是一套的